这个是照片当中原来的中山西路162号的模样 那你想想这个三 它是其实那个时候这种木结构的房子 能够造到三层楼不多的 能够造到这个三层楼的构造 而且它整个这个面都是这个木头的这个立面 那么在这个中山西路的旁边 其实这边还有一条小弄堂 小路 这条小路也是有名字的 叫朱家郎 你看呢 就是松江的这个地名 就是我还是几句强调这个 它变化非常的多 有点有叫贪的 什么什么贪 什么郎 什么燕 景家燕 对吗 什么 他不是这个就是就是什么张家宅 王家龙结束了 都非常多变的 那朱家郎的这个朱家郎 是是一个什么这个什么概念的 这个朱呢 朱家郎的朱呢 这是清朝时候的左都御史 朱春的宅地在这里 那朱春呢 他特别也是你要过去的这些 这个大士绅阶层啊 他们都其实都很注重 就是对对这个家乡的老百姓要有一些付出 好 那么朱朱春呢 他在他的这个宅子的旁边呢 人工做了一个很宽的一个廊道 就是有点像我们那个就是上面有遮盖的那个廊桥的廊道 好 所以就叫朱家郎啊 朱家郎这个名称就这样 那今天呢 郎已经没有了啊 朱家郎整条去到那个前面结束 就这么一条这个小小的路呢 唯独还留了一栋啊 特别大的这个房子 现在的门牌号码是朱家郎的21号哈 那么这个房子呢 他的一左一右两边 你看又是杜氏 大家看到吗 杜啊 这个杜啊 在松江是个非常大的一户人家哈 那么杜是谁呢 哈 这个杜这户的杜叫杜诗亭哈 杜诗亭是云间杜氏大房的九世传人哈 云间是松江的古称哈 所以你看这个杜家在松江是约历史约远非常的长哈 那么啊 MW云间粮仓嘛 云间粮仓 所以松江就一直说得好 人光就叫自家云间了 哎 然后其实你想要云间两个词呢 就去争那个上海之根哈 就是松江就这样 他这个就这边可以 你看他也他他这边可以去抢云间 那边抢华亭 再不然就抢上海之根 反正总归就是想要跟自己攀上一点关系 对吧哈 那么这个杜氏宅的这个两个烽火墙呢哈 呃 在上海来讲我觉得算是壮观的了哈 因为在上海平常心讲这个不大不大看到这个这样的一个很夸 而且这个其实是一栋房子哈 所以你看从那头开始一直到这个 那一这是一幢房子哈 呃这个房子 但是呢里边我我也是这次来才看到哈 就是也开始修了啊 之前呢有一个阿婆还住在里面 小心小心啊啊阿婆啊 现在应该阿婆还住在里面 但是呢你其中有一部分的那个房子啊 现在已经塌了 其实哈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要修的关系 你们其实看得到的 应该你们看那个里边啊 有有就是靠那个里头的那脚哈 实际上是塌掉的 所以他现在要整个的做这个重新的修缮哈 那么这个呃 这个两这啊他的这个山墙的部分呢 叫做五月朝天市的烽火墙哈 来小心小心小心 大家小心 嗯嗯嗯 嗯嗯嗯烦